我会拍照,可是我不是摄影家。 我会写几句华文字,可是我不是记者。 所以我能够有一把手机,我会写一小段文章解释我所看到的东西, 不等于说我能够把自己叫做一个位记者。 记者是专业的责任,要花很多年才能够去做一位好记者。 记者的技术是一门学问,你所报导的内容又是另外一门学问。 你要报导新加坡的动态,你必须了解新加坡。 你要报导我们的房地产的情况,你必须了解房地产。 你不能够去一个新的建筑工地拍一张照片说, 哦,我们屋子要来了,或者说这个屋子不够了。 所以公民记者有他的用途,你马上要看到一件事情,可能车祸,或者有什么屋子失火了。 你要看到一个现场的报导,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。 有一个很快的反应,那公民记者有他的用途。 如果是一篇复杂的文章,公民记者有这个资源,有这个背景,有这个能力去分析,去追究,去了解,去收集资料。 花许多个月或者甚至一两年的时间,才写出一篇文章来,我看没有这么简单。 所以公民记者是有的,但是正规的记者,我看你们的饭碗是保得住的。 会议者是呀温暖心呢? 氏! 水 стanger 有一点 哦 两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